中秋章节 女法局青年学院 今年首次邀请来自内地及28个不同地方的大学生 亲身体验传统大坑无火龙 一起看看 高举火龙再绕圈一周 今年中秋大坑无火龙是新冠疫情后第一次复办 但它们不是在彩排 提真点 这条火龙是用LED灯制作成的防真龙 至于无龙的是一班来自内地 以及英国、法国等28个地方的大学留学生 他们是获女法局青年学院邀请亲身去到大坑体验如何无火龙 趁着这个机会了解了我们火龙究竟是什么来之后 他回到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的国家里面 他就会亲口告诉他身边的朋友 究竟我们大坑火龙这个文化传统是什么来的 那又亲口去讲自己的体验 一定是比书本在网上看到更加好 除了体验无火龙参加活动的学生 亦都会目标去到星期四举行的无火龙胜汇 深入认识香港文化和中秋节兴 无线电司机是在一层截刑那里